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甭管是什么东西了 那反正现在听起来 我刚才听到最新的消息说 穆巴克跟他的太太呢 目前还算安全 而作为这个军人的发布的说法说 我们不是军事政变 我们只是想要使着这个国家恢复秩序 抓一些坏人 是这么说的 推特上一些中国人反应比较快 就是说 因为很希望穆加倍 很希望津巴布韦 很希望跟共产党这些亲密战友都死光了 所以大家就发表自己的看法 发表自己的说法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这种政变的事情 过去几年里相对比较少了 而在这个津巴布韦呢 相当铁腕式的这种统治 其实他是类似了 他有点像当年的卡扎菲啊 这个侯赛因这些人差不多 他把国家当成他们家的 所以凡是以国家的名义 高于人民的名义的时候 基本就是一个邪恶的概念 基本就是一个把人当成一种虐杀 和服务自己的动物 把他的国民 共产党是同样 所以当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出现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出现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其实他又包含着一种命运的成分 你让我说就是包含着命运的成分 他表现出来的一切 是有着他背后的故事 跟中共关系很不错的很多政权 在相应的出现改变 比较典型的 如果穆巴 如果这个津巴不韦 那军人推 确实推翻了这个穆巴克的话 不管他后面怎么样 但是现实的政权结束了 就像古巴一样 古巴那他说大概再还有三个月 那卡斯特罗家族将退出古巴的领导层 而在越南刚刚消除了户籍制度 越南共产党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转型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对吧 那这是在中共在苏联解体之后 围绕中共留下来的几个比较典型的独裁者 但是都在出现改变 非常典型 都在出现改变 那朝鲜跟 朝鲜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从十九大之后 就金三胖哑炮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金三胖放炮 完全是参与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了 他的目标就是十九大 十九大结束目标都结束 一切都改变了 川普结束完对亚洲的旅行之后 回去之后 结果今天呢 就传出了中国跟朝鲜之间 有了最新的动作 应该说习近平在兑现他的承诺 向川普 德国之声的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派出特使出访平长 中朝关系复苏 星期三 中国宣布向朝鲜派出一名高级特使 那应朝鲜核计划而陷入僵局的中朝两国关系 是否因此出现转机呢 这都瞎拜 什么转机不转机 那金正恩曾经拒绝习近平派去的特使 在过去时间里 但到了十九大呢 他没放炮 他发了封贺信 所以我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 这完全表明金正恩二十来岁三十岁 他就是这么个东西 对不对 你以为他有多高超的 他他在放炮的时候 他得要东西 他他老放炮 他一定得要东西 他到底要什么 在他整个放炮期间 他就没说他要什么 他说他要核武器 要核计划 那拿那个东西 他又不能当饭吃 拿那个东西 在国对国内而言 塑造他的伟大 在国外而言 他知道 我朝鲜人不怕死 因为他拿朝鲜人的命 当成赌博的工具 可是你韩国人怕死 日本人也怕死 中国人也怕死 美国人更怕死 所以他是来要条件 但这个条件 他一直没拿出来 反过来 他跟朝鲜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是毋荣置疑的 大家认可 这是一种 超出了其他认可 超出了某种 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他的运作下 在他的参与下 如果在十九大的过程中 习近平在获得权力 跟江泽民之间派别的 争持过程中 金正恩从中 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是他真正要要的 那十九大结束 他也没事 那中国派出特使 我们也没看他加以拒绝 宋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任 这是中共党内系统 星期五前往平壤 向朝鲜通报 上个月的十九大的情况 他是两年来 到朝鲜出访的 唯一部长级官员 2015年十月份 当时刘云山到了朝鲜 并向金正恩转交了习近平的一封信 当时信中表达中朝关系的愿望 那好景不长 然后就出状况 2015年十月 2015年什么日子 2015年是股灾 709事件 天津大爆炸 习近平 特别被天津大爆炸 给炸坏了 炸得有点懵了 被这个金融政变呢 就是金融股灾呢 给他弄上火了 他转而在2015年的九月份大阅兵之后 转向向军队 整肃军队开始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刘云山去的朝鲜 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 江家的人马 曾庆红等人认为 他们是相当得手的 习近平处于弱势 而他们处于强势 我以为在前后的故事 是这么个故事 宋涛同中方 说服朝鲜放弃核计划 重返谈判桌 他说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不要对他的此行 带来过大的期望 我个人觉得只是一个 他的概念只是一个答复 但他很可能去带去习近平的信呢 里面的威胁 可能远远超过于其他 川普访问北京 敦促习近平对朝鲜施压 放弃核计划 川普同习近平一道会晤记者时说 中国能够很快 很容易解决朝鲜问题 呼吁习近平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只要他愿意付出努力 那解决朝鲜问题应该毫无疑问 川普在访华期期间 与习近平或达成了快速遣返合作的共识 在此之前 在IPAC会议上 习近平刚刚跟东盟的相关国家 达成了相互的司法共识 所以猎狐是十九大当中 他加在了打虎拍营猎狐 加了一个猎狐 猎狐是他的反腐中的重中之重 中纪委反腐已经完全是个阶段了 所以中纪委反腐中出现最大的遗留案件 狐狸出去了 带着钱出去了 所以呢 东南亚地区 欧美地区是他主要跑出去的 11月14号 应美国执法部门要求 中国警方在浦东 将一名美籍逃犯遣返美国 所以这是具体的动作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调说 中国方面强调 川普访华期间 有助于美中之间高层同意加强执法 与网络安全合作 重申 不做对方国家逃犯的犯罪天堂 积极探讨在追逃 追赃领域中 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 有中纪委 有政法委 在中共党的体系中 如果这样的官场 这样的中共权力体系 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 表现的非常的矚目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做不成 所以我跟大家提到 国家监察法11月7号拿出来 当时配着王岐山的文章 是针对国内 而他的目的是针对11月8号 川普来访 中纪委将被取消 国家监察委员会出来 这是国家系统 以司法角度来面对川普 川普无话可言 第一个 第二个 将促成贪腐官员在海外 想以中共的迫害为理由 从而滞留在海外 将在国家监察法的背景之下 这一条就会被大大弱化掉 美国司法机关在相应问题上的思考 意思就是所有叛逃的人 想用人权的角度 想用人权的角度 而滞留在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在现在的一种司法背景之下 就机会会越来越小 连提出来 最终连提出来的可能性 都将被消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